我被分配到偏远乡村当支教 第一次走访学生 进屋闯进了村里有名的美艳寡妇家 她在洗澡 还让我帮她 三个月前 我专校毕业 被分配到了偏远乡村 当小学支教老师 第一次走访学生 竟走到了村里有名的寡妇陈雪霞家里 还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 进屋的那一刻 陈雪霞刚洗完澡 正在轻轻地穿着泻裤 整个上半身裸露在空气中 这种情境下 我本能想赶紧离开 并捂上自己的眼睛 可身体却怎么都不听使唤 我愣在原地 没敢作声 只是突然间鼻子涌出了一股暖流 心中涌上强烈的负罪感 但我无法控制自己 来这里以后 或多或少 都能听见乡里人讨论陈寡妇 尤其是那些浴火难平的汉子们 无不想一吻方泽 闯进那幽深的花园中 尽管我受过高等教育 但仍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好奇心 赵老师 陈雪霞察觉到有人进来 十分警惕 但抬头看见我的那一刻 紧张缓和了一些 我侧过身子 一下羞愧难当 连忙冲出了屋子 路上大口喘息 久久不能平静 其实一个月前 我就见过陈雪霞一次 那是在村口的景旁 她穿着粗布裙 挑着水桶往回走 她的身材并不是骨感瘦弱 而是微胖形丰满的美 肤若凝脂 白嫩光滑 尤其是那一双浑圆光滑的长腿 只要站在那 都能把人的魂勾走 几日后 傍晚 我刚回宿舍吃饭 屋外不远处就传来了 村之书和陈雪霞的声音 我心中好奇 侧耳到窗边偷听 老之书 这能行吗 赵老师会同意吗 不是是怎么不行 听到陈雪霞提到我 我更加好奇 继续认真细听 雪霞我跟你说 你嫁到我们这才半年 也没有入户 更没有一儿半女 眼下咱们村马上拆迁呢 如果你俩能成 你能留下 还能分到不少钱 那赵老师就能一直待在我们村 继续教村中的娃娃 而且你也有了依靠不是 咋地 跟着赵老师这样的人 还能埋没了你 村之书一字一句地说着 什么 老之书这是要给我介绍对象 介绍的竟然还是陈雪霞 开玩笑吧 村子拆迁的事情我是知道的 我虽是支教 但也是这一片比较有文化的人 村里很多决策都让我参与 乡上的政务我也经常参加 为了留下我就送个寡妇过来 等会他们进来找我说起这事 我必须一口回绝 心里这样想着 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想到是他 我竟然有隐隐一丝期待 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近 村之书 好了 你就别扭扭捏捏了 我活了半百 村里的事也看了大半辈子 你是不排斥人家赵老师的 总不能一直这样背着寡妇的名号 继续让村里闲言碎语吧 迟早还是要嫁人的 而且找赵老师这样的县多难啊 知足吧 可是 赵老师那边 陈雪霞滋滋呜呜呜 赵老师我来想办法 你自己也好好努力 这种事直接让生米煮成熟饭 自然而然就接受了 村之书声音越来越近 但也越来越小 脚步声将近 我赶紧坐回办公桌前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没意会 村之书和陈雪霞走了进来 陈雪霞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我假装不知情 连忙倒水接待 赵老师 先别忙活了 给你说个事 村之书拉起我的手 一脸亲切 要说送女人的事了 我心脏砰砰跳 仍假装不知情 啥事啊 老之书 你说 我尽可能保证自己不紧张 余光看见陈雪霞正在帮我收拾垃圾袋 完美的臀部弧线被包裹出来 让我口干舌燥 村之书微笑 你来我们村也有三个月了 多亏了你 村里的娃娃才有学上 有自读 这不我打听了你没媳妇 想给你介绍个媒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上次村之书问过我婚事 我坦诚相告一直单身 原本打算 再待个小半年 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升迁或者调任 一来是家里比较穷 现在城市女孩眼光比较高 二来是我被分配到这里后 并没有打算偿袋 所以才没找 老之书 我还是不要了吧 我当几年之教可能也要走 总不能耽误人家吧 我婉拒 老之书拍了拍我的肩膀 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我们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么个好老师 娃娃们才有学上 有书读 你是不是嫌弃我们这里落后呀 你放心 再有个小半年时间 这里就拆迁了 到时候一起在镇上 你虽然不是我们村的户民 但只要跟着我们 我们一定拿出最大的诚意 给你分房 分钱 而且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我和人家女方都说好了 要是是成了 那你不管走到哪都能带着呀 这跟留不留关系不大 你看咋样 我一脸为难 我觉得 我介绍的人也给你带过来了 雪霞 你来 你们聊 村之书不等我说完直接打断了我 严霸直接离开 房间中只有孤男寡女 我心跳又开始加速了 尽管我对陈雪霞一直抱有幻想 可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和羞愧感 陈姐 这件事挺尴尬的哈 你别把老直书的话当回事 我语气为难地开口 天色也晚了 孤男寡女待着也不方便 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陈雪霞一脸柔情地看着我 让整个房间的气氛十分尴尬 我要是想留下 那今天这事 稍微推托一下 倒也接受了 毕竟我对陈雪霞一直都有男性方面的想法 可我现在怎么下得了手 老直书的话明摆着是想让我马上升你煮成熟饭 要不然算了吧 我再次拒绝到 那天你把我都看了个遍 所以不想负责吗 陈雪霞语气暧昧 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我不敢与他那双桃花眼对视 但心中又开始隐隐泛出期待 我轻叹一口气 抿了抿干涩的喉咙 陈雪霞皮肤嫩得出奇 三十岁出头的年级 宛如熟透的蜜桃 盈盈水珠 急需等着采摘 尤其是那一对双风和宛如被劈成两半的西瓜臀 让人看一眼就能身陷下去 我稀罕你 陈雪霞轻齿红唇 直接扑进了我怀里 胶软的身躯柔弱无骨 一股成熟女人的幽香瞬间袭净我的鼻腔 我一颗心瞬间都要跳到嗓子眼了 一时间不知所措 她红着脸 从我怀中钻出 玉手轻轻搭在我胸腔上 一副娇弱的模样 天色暗了下来 余光中我看着她 她今天穿着一身丝绸紧身裙 将婀娜玲珑的弧线完美勾勒出来 玉体柔软冰爽 化着淡妆 极其诱人 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天 她光着上身穿泻裤的模样 雪白肌肤让人浮现连偏 身体瞬间有了强烈反应 不行 再这样下去真的忍不住了 我刚想开口离开 可谁曾想 陈雪霞直接慵懒地躺在了床的一边 前几天我好像扭到腰了 你能帮我按一下吗 很疼 她轻声道 丝绸裙本身就很短 尤其是一躺下 大腿雪白的肌肤展露无意 从我这个角度完全能看见 她若有若现的地方 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拒绝 本能地竟然静止走了过去 我全身都有些微颤 毕竟这多年都没碰过女人 从陈雪霞的腿部开始按摩 享受着她身体的风弹和滑嫩 真可惜呀 她那去世的王夫 这么一个极贫老婆 竟然让受了几年活寡 这要是我 我绝不会干什么危险的活 让自己老婆以后跟被人躺在一个被窝 按着按着我自己的手都开始不老实了起来 每次划过她敏感的地方 她也会跟着微颤一下 我仔细观察着陈雪霞 能感觉到她脸颊微红 神情也跟着不自然 仿佛在压抑着自己 毕竟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级 守了几年寡 我更不好受 气血翻涌 全身的血液汇聚处都感觉快要炸裂开一样 突然 陈雪霞喘着粗气 直接抱住了我 紧紧地贴着我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一时间也热血上冲 顺势把陈雪霞按倒在床上 这一刻 什么理智 什么道德 全部都不存在了 我紧紧地抱着陈雪霞 享受着她清甜柔软的唇 卡点 一阵云雨 一股脑把这么多年压抑的情欲全部发泄 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门突然被踹开了 赵飞 你在做什么 校长咆哮着 身后跟着村之书还有几个干部 我反应不及 差点摔倒在地上 连忙开始穿上自己的衣物 而陈雪霞突然痛哭流涕起来 村干部 校长 村之书几个人瞪大了双眼 有人愤怒 有人不敢置信 我一时间脑子嗡的一下 就在这时 陈雪霞穿好衣物跑过了去 站在了诸人身后 哭哭啼啼道 前几天赵飞就趁我洗澡闯我屋 今日他又约我取东西 谁知 嗚嗚嗚 什么 我宛如晴天霹雳 陈雪霞虽然没有明说 但眼里言外以及哭泣的模样 摆明了就是说我强奸了他 我是真没想到 这竟然是一场圈套 事实根本就不是如此 我刚想开口解释 村之书怒纷纷地跑上前来 狠狠地抽了我一记耳光 亏你还为人师表 村里的寡妇你都要欺负 你还是人吗 校长黑着脸走上前 直接取了几本书狠狠砸了过来 亏我还保你拆迁后留任升职 你这流氓东西 我忍着脸上火辣辣的剧痛 开口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是老书记说 我不活了 我根本活不下去了 陈雪霞根本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哭喊着就要往处冲 村妇连干部拦住了他 本来就在村里受尽了白眼 今天再被这么欺负 我怎么活 呜呜呜 这个畜生 骗我过来 又要给我按摩 我力气怎么能比得过他 我是真没想到 陈雪霞竟然这么能说 还不等我再次开口 村之书又是一脚踹到了我的身上 我胸口一阵剧痛 一时间吸气都十分困难 这流氓东西都被抓到现成了 还有什么话说 校长也指着我大骂 一时间我众口难辩 我只能忍着剧痛为自己辩解 是村之书带他来的 是他勾引我的 我没有 赵飞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村之书怒不可遏 你为了掩盖自己的恶行 竟然都能编出这样的借口 我在村里干了半辈子之书 难不成我帮你一个外人欺负相亲 陈雪霞也跟着歇斯利杰嘶吼 赵飞 我与你仅有两面之缘 你怎么还这么污蔑我 我一时间宛如五雷轰顶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人 他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像 明明是他们设计陷害我 怎么如此能颠倒黑白 村之书说想让我留下来 怕我走 想给我介绍亲事 才把他带过来 这都是他们设计好的 校长 大家伙 我来了也好几个月了 我是什么人你们不清楚吗 我怎么可能无缘无故 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个畜生 还敢胡言乱语 村之书暴怒 上前继续对着我一通乱打 都被直接逮到了 还有这么多借口 欺负村中妇女还不够 还要污蔑我 看我不打死你 众人表情愤怒 压根就没相信我说的话 他们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还有干了大半辈子的村之书 你就是边瞎话 也要有个理由 你看看这地上的狼藉 证据都这么明显了 你还想抵赖 村中妇女干部也跟着发声 我这才注意到 地上有着不少衣物 而且物品散落一地 就连陈雪霞脸上都有一些粗暴痕迹 怪我大意了 惊虫上脑 现在好像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这两个人存心是射套让我钻呢 我呆呆地看着这些人的嘴脸 话到嘴边再也说不出来 怎么好好的村之书 突然间会对我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处分少不了 至于这份工作更别想了 另外 这次拆迁后 升迁吊任的事情 也和你没有关系了 升迁吊任 当校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一头雾水 转眼看向了村之书和陈雪霞 隐约看见他们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原来如此 我瞬间恍然大悟 这一切都是阴谋 之前我确实知晓要拆迁的事情 当时的我还经常出出入乡上的拆迁办 有一次村之书开会说家里东西没带 让我过来带上 结果从那次后 村之书就说家里丢了东西 找了我好几次 问我拿没拿 我一直询问丢了啥东西 他扭扭捏捏不开口 后来还是从别人口中听说 丢的是账本 是拆迁预算的账本 其实我并没见过账本 今日之前 我也没怎么深究 看来他们丢的账本 应该是记录着重要的贪污证据 就算是我以后想翻案 控告 恐怕被人也只会以为我是报复 不给予采纳 这样一来 就算账本是我偷的 那也没有了任何后怕 想不到一直以来 为人和善的村之书 竟然能奸诈到这种程度 什么损招都想得出来 想到这里 我气愤不宜穿好衣服 简单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出门了 我受过高等教育 走到哪里都有口饭吃 也能养活自己 这次的闹剧就当给我长个记性吧 就这样 我拉着行李 来到了城里 我很轻松找到了一份房地产工作 在城里也安顿了下来 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去 由于我非常努力 不到三年的功夫 我升迁了好几次 成为了项目副总 我原以为再也不会和那个村子再打交道 可没成想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巧 我们单位安排我去负责一个项目 是拆迁款支付的收尾事宜 负责范围内 竟然就是之前的村子 我询问领导 这村子不应该两年前就拆迁了 为什么还有款项没有支付 领导告诉我 当时规划出了点问题 拖了一些时日 这在拆迁事件上其实很常见 毕竟每个地区财力都有限 接到消息的我 内心复杂 我想起了一年前的那些事情 尤其是村支书 还有那个女人的嘴脸 拆迁款支付收尾 可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弄不好前功尽弃都有可能 现如今是我负责这项目 就连乡镇都要看我脸色 更别说是他们 时隔变迁 没想到他们还会落到我的手中 想起之前的一幕幕 我就气得全身发抖 既然这要巧 那就要让之前陷害我的人 统统付出代价 我回到了村子 是带着乡镇支书 和我们单位员工一起回的 回的当天 村支书得知是我 本不想来 最后是硬着头皮来参加的 当然 欢迎会上 我再次见到了陈雪霞 只不过 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女孩 听闻他一直未嫁 难不成是我的孩子 想起之前的事情 我对他既有怨恨 又有怜悯 他们之前因为一个莫须有丢失的账本 给我设计圈套 可没想到不是冤家不巨头 三年后 我又重新回来 并且亲自负责这些事情 赵总 以前的事情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看您现在这身衣裳 都光鲜亮丽 村支书仍是那名村支书 只不过两边并角多了些许白发 他一脸迎合讨好 完全换了一副嘴脸 我真佩服他能屈能伸 我冷哼道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 倒不是我遇事不饶人 只是这几年每每想起这件事 我都会梦眼 虽说现在回村办事 可乡亲们看我的眼神 依旧是那种唾弃与恶心的神色 我不为所动 目光望向了陈雪霞 陈雪霞看见我眼神闪躲 神情比较复杂 当年 他或许是受到了要挟 又或许是被村支书许以重力 但不论如何 他都跟着别人害惨了我 欢迎会结束后 我住在了村头的招待所 以前的一幕幕如同刀片在我脑海中闪过 委屈 不甘 怒火 交织在一起 等着吧 我会让每个人承担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 傍晚 我招待所的门被再次敲响 是我 陈雪霞那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打开了房门 嘴角上扬 盯着这个昔日的女人 我问她 有事 几年不见 不请我进来做作吗 她眼神中满是复杂 三年的时间并没有给这个女人带来什么变化 她还如同三年前那般 丝毫未变 坐到床上去 然后你继续把那群人喊过来 再来一场捉奸游戏 我双手环臂 瞇着眼睛望着她 陈雪霞听我这样说 目光透着心虚 咽了咽口水 不敢吭声 进来吧 我讽刺般笑了笑 她能主动来找我 就说明有话跟我讲 倒不妨听听 我问她 说吧 啥事 若是讲一些哀求的话 那很抱歉 我不喜欢听 我对她的怜悯 仅仅只因为她活得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并不代表我能原谅她 吃过一次亏 确实是长了很多记性 陈雪霞抿了闽红唇 一脸羞愧 我是想来告诉你 三年前那件事 我的心狂跳 身体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 愤怒 委屈瞬间涌上了心头 等等 对她讲 我直接打开了手机录制视频的按钮 这要比录音更有证据 这下 陈雪霞将如何跟着村之书陷害我 如何给我下套 如何让我第一次看见她洗澡 甚至就连那天怎么演戏提前都设计的过程 全部讲得清清楚楚 和我三年前所料想的一样 村之书得知要拆迁的是 开始为自己筹谋利益 拆迁款一共分钱中 后三批支付 第一批货款就是三年前我出事之前 村之书将这批款通过洗钱作账的方式 私自挪用贪污 账本丢失后 村之书一直怀疑是我偷拿 想以此作为要挟 但她又没有十足的把握 秉着宁可错杀三千 也不放过一个的想法 她给我设计了这么一个圈套 就算我偷了账本 这样一来 也不能对她造出任何影响 而陈雪霞则是被要挟 村之书就是借用我这一弱点 要挟陈雪霞若是不与她合作 赔偿一分都拿不到手 我听得牙跟痒痒 手中的拳头握得滋滋响 我恨 我恨这些人为了一股怀疑就可以把我推入深渊 至于死地 我恨 我恨他们不分清红皂白 为了利益可以做到如此丑恶的一面 好一盘棋 我瞪着她 她脸色难看 低下头不敢言语 就你这样 还想要补偿款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 我也是一时糊涂 陈雪霞见状痛哭流涕 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 她心里清楚 此刻的我完全可以左右她的生死 她判了这么久的补偿款 也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她只能卑躬屈膝地向我叨扰 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现在跪下求我 真可笑 陈雪霞惯会用眼泪博取同情 我心如明镜 自然不会轻易上套 她也算聪明 知道第一时间找我 从这点 我可以让她以后好过一些 但不代表会放过她 只要你愿意放过我 不为难我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说这话 她故意往我这边靠近了一些 能看得出来 她来找我刻意打扮了一番 不过此时的我 已经对她提不起半点兴趣 甚至觉得有些恶心 滚吧 我冷笑一声 记得给村之书捎一句话 想让是过去 就亲自来找我 还有你跟着一起来 我开始了我的计划 果不出我所料 自从陈雪霞回去后 四日晚上 村之书就带着陈雪霞 再次来到了招待所找我 进门后 点头话腰作一 求我原谅 这一幕自然早就被我的高清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 我对他们两个人这副丑恶的嘴脸不为所动 要不是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真想把眼前的这个村之书折磨致死 正应了网上那句话 不是老人变坏了 只是坏人变老了 对这样的人不应该留任何情面 他们害得我这辈子背负着污点 擦也擦不掉 险些断送了我的一生 我告诉村之书 要想拆签款到位 那就一五一十地把以前发生的事讲出来 否则 我会想尽办法拖着这笔钱 村之书哼哼唧唧 最后无奈还是讲了出来 和陈雪霞的言论大差不差 我问他 后来账本找到没有 村之书一脸苦涩 找到了 是我小女儿上学的时候 待在书包里了 呵呵 我冷笑着 看到我这个样子 村之书吓得脸色煞白 赵老师 不不 赵总 这么多年 我从未睡过一个好觉 我一直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我一直都在奢求您的原谅 求求你放过我 大人不计小人过 行吗 行啊 那你告诉我 第一笔拆签款是什么时候到账的 你又是怎么分配的 钱都去了哪里 这 村之书一脸难为情 陈雪霞更是不知所措 你可以不说 我还是那句话 都凭自愿 我说 我说 村之书 一五一时讲自己如何贪污 钱都去了哪里讲了出来 期间我自然提出了质疑 他都一一回答清楚 我冷笑了一声 校长他们 知道这些事情不 知 知道吧 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瞬间火冒三丈 校长当时想把签声名额给自己侄子 所以也想把您 砰 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本以为校长只是被蒙在鼓里 谁知 他竟然还是参与者 这些恶毒的人 为了拆签款 为了贪污受贿 为了走后门 竟然可以随意把我推下万丈深渊 他们真的就不怕遭报应 想起之前那些耳光 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恨不得将他们千刀万挂 你过来 我对着村之书招了招手 村之书迟疑了一下 犹犹豫豫上前 刚凑过来 我狠狠地一耳光就抽在了他的脸上 啪 的一声脆响 村之书差点整个人都摔倒 这一巴掌 是还给你的 想追究 随时可以来 村之书不敢说话 虽眼神十分不甘 但也是一闪而过 只能忍受下来 看在你们今天说清楚这么多事的份上 我可以不讲究之前的事情 刚那一巴掌 算是一个交代 我淡淡地说着 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滚 回村子 已经六天了 这几天百姓一片怨言 甚至私下把我曾经那件事都翻了出来 口口相传 骂骂声一片 甚至有人抗议让我下台 扬言我不办事 拖欠拆迁款 然我不为所动 因为这一切都在我计划之中 我要的就是民怨沸腾这个效果 现在矛头指向我 那我即将就会把这股愤怒转接到村支书和校长身上 三天前 我已经掌握了校长和村口义友夫之父秀方偷情的消息 早已经通过云数据采集了他们之间的视频内容 还监听了他们的通话 最重要的是录下了一段真人大战的视频 我雇了一对乡下放电影的团队 让他们今天下午在村大队部以拆迁公告的名义开始放电影 一是民怨沸腾 一旦有拆迁款的信息打架都会来参加 二是村里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活动 自然爱凑热闹的人都会来 不出所料 消息一经散播 村里的男女老少 甚至是村支书 陈雪霞包括校长一家子都集合在了大队部 我嘴角一笑 今晚 我就要让这一切的冤案重新昭雪 我要亲眼看见 这些肮脏的人身败名裂 村支书还以为是自己挨了一个耳光的原因 穿得倒是人五人六的模样 陈雪霞更是欣喜万分 我也开始期待 他们等会的反应和表情了 尤其是校长的奸情和潦草的那些画面 人越来越多 我慢慢点开了手机 把目光放在了大屏幕上 是时候了 就在大家目光都聚集在屏幕上时 突然出现了校长和秀芳的偷情画面 两个人在房屋背后的草垛上 干柴烈火 甚至没说一句话 上来就开始搂抱 互相啃着 紧接着疯狂脱衣 就跟十年未尝过腥味的猫一样 两个人忘乎所以 就这样开始了一幕幕画面 当然为了防止又惹上麻烦 我只播放到卡点环节 紧接着就是一串串语音对话和视频 村支书和陈雪霞在招待所的视频也紧跟其后 这下村支书陈寡妇当年如何陷害我 如何偷睡贪污 如何做假账 如何跟着校长密谋的这一切 都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明面上 我内心激动 身体都跟着颤抖起来 台下人群瞬间爆发 议论声如同山呼海啸 村支书 校长 陈雪霞浩浩荡荡地被村民围了起来 这么多人见证 场面已经不受控制 尤其是校长和白花花女人偷情的那一幕 也让很多汉子看直了眼 我掏出手机 按下了报警电话 终于 终于这一切要结束了 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 就连在网络上也传得沸沸扬扬 陈雪霞 村支书 校长 包括校长侄子 他们的名字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后来听说村支书家中嫌弃丢人 放弃了拆迁款直接搬离 校长也身败名裂 陈雪霞的那个孩子也被调查清楚了 但不清楚到底是谁的孩子 因为坐牢之前 他又大肚子了 原本他可以跟我好好走在一起的 时至今日 这又怪到了谁呢